大家好 欢迎来到乡城说事 我是Simon 今天要和大家说一说香港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呢 香港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人会说 因为香港以前是转运乡木 所以叫下叫下就叫做香港了 也有人会说 香港的名字和海盗香菇有关 那究竟当中的历史是怎样的呢 其实香港这个名字曾经在不同的资料里面都出现过 最早官方的名字出现了在1841年中英签订的村庇草药里面 但是在这条条例出现之前 有很多不少的名称曾经在香港出现过 包括香港围 红香楼 赤柱山等等 这些名字全部都是当时在不同时代代表香港整个地域的名称 首先 香港围这个名字在清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 最早的是指现在香港仔石排湾一带 也叫做香港村 但是根据零碎的史料显示 香港这个字就不是由现在的香港仔一带出来的 反而是因为一个香港当时的原住民而来的 传说 香港名字的由来是英军最早在香港南部赤柱登陆的时候 找到一个叫陈群的旦家人帮忙大路 由赤柱经过薄芙林去到中上围一带 当时英军就问陈群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啊 陈群就用水上人的口音回答他Hong Kong 这个就是现在有一部分人认为香港这个名字的由来 然后又有一个叫做香江雪 是指香港是有关于一条流经薄芙林石排湾一带 有一个天然的博布 流下来的水非常之甘甜 喝过之后似甲流香 古时有很多路过的商女都会来到这里打水 用来做饮用水的 继而那些人就把这个地方叫做香江 而香江这个名字叫下叫下 不知为什么就叫做今天的香港了 再有一个说法就是叫做香菇雪 主角就是在清朝乾隆去到嘉庆年间 叱咤一时的女海盗香菇 香菇原名叫做石羊 与名就是香菇 原本是一个广州的花灰 后来被海盗老走了 还嫁给了一个叫郑一的海盗 郑一死了之后就改嫁给郑一的义址 张布仔 其后成为了叱咤广东沿海洪奇邦的当家 而他盘据的就是香港岛 所以那些人就叫做香菇岛 简称就是香岛 最后就演变成今天的香港了 还有一个就是洪香炉雪 指的是清朝乾隆年间 有一只洪香炉飘到铜锣湾天后廟前面 大家都认为是天后娘娘显灵 于是就把香炉搬入廟供奉 由于很靓 所以天后廟就开始发跡了 这个庙就叫做洪香炉天后庙 因为这个地方就叫做洪香炉港了 再叫一下叫我下去 不知为什么又变成香港了 听完上述的传说 你们觉得哪一个会是真的呢 但是考究过上面几个传说的历史 其实都未必对 首先说一下香菇雪 我们找过很多资料 其实当时香菇根据地 都是在雷州半岛一带 并没有记载过香菇佔领过香港岛 所以这个说法并不可信 再去到洪香炉雪了 洪香炉一池可以追索到1819年 即是清代嘉庆23年 所编著完成的新安原志 里面香港海放图 就是以这个来标识香港岛的位置 不过很有可能只不过指的是洪香炉顺 即是明清时期的军事注地 至于香港村的说法 就是由阿群大路 将香港为当成香港全名的说法 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许帝山教授在香港与九龙新界租借地 史地探论里面提及过 生存在杜光年间 有一个专为英国人做响道的人 叫做阿群 那条路原本是山径 因为阿群常常带外人在这里走来走去 因此就叫了这里做群大路 但是这个典故 其实都只不过是后世人的一些穿着附会 这张图自开浮去到1959年 一直都用的第一代香港徽章 又叫做香港文章 当中有一个以维港构图的豚徽 有讲法指图里面戴着筑绩帽的人 就是陈群 而这幅图就是陈群带路的情况 在1967年的石牌湾一间石屋的长角 发现了一块群带路石碑 因此有人认为这条路就叫做群带路 是因为英国人要表彰陈群协助带路的公路 但是实际上这种说法其实有很大的错误 我们翻进香港早期的史籍 陈群这个名字从来都不见经存 再看上图吧 羊人明显不是军人 根据身边货物推测 应该就是在做贸易 而不是问路 同样人握手明明就是男人 即是一个商人 而后面戴帽的就很可能只是一些华商的跟班 因此这幅图的内容 明显地不是形容群带路了 事实上群带路有两条 一条是香港岛北 即是今日湾仔去到上环一带 而另一条就是由赤柱去到维多利亚城 即是今日上环 中环 金钟 湾仔一带 第一条群带路的说法 是港岛北那条早已在1841年之前 已经存在的了 我们可以由当时 锦田邓氏的香港等署税贸总成里知道 邓氏田产在大清乾隆年间 邓春斐等人在群带路一带构置田产 当时群带路还是属于东莞院所管载 及后邓志祥等人承计了 向群带路的租户收田租 1841年 英国人华人占领了香港岛 将这些田用来建路建屋 之后由南京条约确认 在道光22年 即是1842年 邓氏程上去被广东部政司的 香港等署税贸总成里面有提及过 英国人占领了群带路田产 民众港道田产内力如下 又成早春斐等所为在乾隆年间 买售东莞瑞田总名群带路内 分土密黄泥冲等署 计下岁三清零 之后提及英人占田地 故此当时已经有群带路这个名字出现了 到了1841年 中国重报刊登香港岛各村落人口统计 可见1841年 住在群带路的大约有50人 因此可以理解到1841年之前 群带路已经存在了 166年 新安苑全图也清晰看到 香港岛之北都是群带路的 除了地图之外 当时晚清外交家张德怡不记 航海削旗亦可以互相认证这个事实 同志五年1866年2月11日 自初即是上午9点 抵香港驻船 西营盆外水浮天 震日无风浪拍肩 生少不离群带路 随人今上火轮船 无论很多民间传说 或者香港英殖民地绘号里面 我们都可以听到或者看到 有关群带路的资料 但是一直以来都不知道 到底群带路是哪一条的 我们研究过一些地图 和文献资料之后 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假设 不如大家又听一下 觉得对不对 根据南区区议会的网站上 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群带路石碑的资料 这块石碑正正就是当年 石排湾某石屋后山 发现了群带路里程碑 碑上一边刻着 Victoria 5 miles 和群带路18里 另一边就是Aberlin 1 mile 和石排湾3里 网站中提及到 英国在接管了香港之后 马上就在赤柱驻兵 当时由赤柱去维多利亚城的路 只有一条可以供马匹行走的小路 后来小路被开辟了作公路 我们推测所谓的群带路的路线 有东西两条 西线就是当年的维多利亚城西边开始 上环一带 沿着海岸线向南行 途经博芙林道 再通过香港仔和黄竹坑 进入香岛道 再沿着浅水湾入赤柱 而以前军营位置 大约就是现在盛事堤返湾一带 所以我们在当地 找到一块开辟初期的军营解石 而东线就是由湾仔 或者铜锣湾一带起步 沿着黄礼冲峡道 经过大潭水塘道 穿过现时的大潭库水塘 即是大潭坪大路石碑的位置 再由大潭道下到赤柱 而大潭取塘石碑 显示出由大潭去维多利亚城 和赤柱的距离 由标注去维多利亚城的 就会是大约18里 赤柱14里 那当然曾经有市家指 群带路是由西上环 去到湾仔和铜锣湾一带 是其中一条群带路 这点我们不否认 但是据我们用现在的地图做参考 相信市家所指海边的群带路 是可以和群带路里程碑 即是现在身处大潭水塘 库水塘 旁边所指的群带路里程碑 连在一起 而在商年起来之后 这条路当日就是群带路了 也是最有可能当年用马 为了用路仔 长途不舍 由赤柱走出维多利亚城的道路 我们忽发其想 如果试下用英文和翻译的角度去看 可能有机会了解到真实的历史原因 二十世纪初 英国殖民地研究者 莱德的《香港、上海与中国各通商港口》一书里 记载过 开埠之前 英军1837年的考察已经确定了位置 占领之后 立刻在小径基础上收路 本地人叫一条小径做 Kun Tai Lu 又指Kun Tai Lu 英文的意义就是Petectal Spring Path Petectal Spring Path的意思 就是一条绑着裙子的带或者绳 我们相信的意思 就是指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 所以倒回来看 英国人解读这条路的名字 就应该是用裙带路 由以上两个原因 我们相信所谓的裙带 应该是用这个裙字 如果用这个裙字 用来形容由维多利亚城西部 经过广岛南 触及到赤柱 再由黄泥中峡到维多利亚城的东部 是绝对可以解释得到的 而由我们得出这个结论之后 所看回现在香港这一带的道路 都能够设合到裙带这个元素 所以我们相信裙带路的由来就是这个 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裙子 或者更加出现这个裙子呢 很有可能 只是一个守闻之五 而我们这个想法 都是可以对应得到现在裙带路石碑所身处的位置 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资料 再三比对之下 发现香港的名字 最有可能的由来就是因为 香港是本身祭乡的地方 明末清初的岭南学者屈大军 在他的广东新宇里面有提及过本乡 丐字有东本所值之乡 而朱州苑之乡山皆廢已 幸而东莞以人力保之 实之所存 反无名烟 然先乡二山 至今未尝无乡 说到当时东莞是有祭乡的 唐朝之德二年 即是公元757年起 设立了东莞苑 而当时的东莞就不是现在的东莞 而是包括了香港 澳门 中山 珠海等等 七个地区 在这些大的水域和海域里面 都会见到香山和香港这些地方的名字 当时东莞苑和周边的香农 都会将各自生产 和采购到的香品 香料 用一些船仔 运到去东莞寮海峡北岸 一个叫做石排湾的港口集中 集中本乡的码头就叫做香簿头 分检装船后 用一种叫做大眼鸡的船 运到去不同的地方 北上广州港 南下东南亚 久而久之 港口就叫做香港了 所以在当时明代月大记里面 可以见到现在香港仔 石排湾一带叫做香港 鸭片战争里面 一批英军在这里登陆 问当地居民他们登陆的岛叫什么名字 居民很适合地回答他香港 于是整个岛就叫做香港了 石排湾一带就叫做香港仔 香港日治时期 这里曾经被改名为原香港 意思就是香港的起源 另外香港的英语 就可以追索到1780年 中国南海海淘 当中已经见到香港的名字是 Fan Chin Chow 或者Hong Kong 即是樊春洲或者香港 但是为什么叫樊春洲 我们有个很大胆的估计 就是当时有洋人问原居民 他们究竟在哪里呢 当时原居民就答他们了 Hong Kong 快脆走 但是至少我们见到1780年的时候 香港英语已经是叫做Hong Kong了 再去到后来1810年 由英国人所绘制的Macar Road 澳门道路地图里面 就以现今香港全景 和南边水域主导做核心 将这里标注做Hong Kong 香港 标着全岛的总称 旁边另外用中文标志着洪江 应该就是香港的意义了 由上述的分析 香港最有可能就是和乡有关了 大家如果有其他意见的话 都不妨在下面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有趣的话 就记得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再见 再见 ária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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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